美国外泄的机密文件 最新的一份文件指出 美国监察大陆的武器发展 文件显示 共军曾在2月25号 试射东风27高超音速导弹 而且很有可能突破 美国的飞弹防御系统 文件还提到 解放军首次将一艘 预神机LHA-31直升机 运载攻击舰纳入扩展区域部署 另外一份文件揭露 瓦格纳佣兵团曾试图 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购买武器 不过究竟泄密的内鬼是谁 现在答案呼之欲出 华盛顿邮报报道 泄密源头可能是一名 20岁左右的军事迷 而且在军事基地工作 他透过社群媒体平台 Discord的聊天室外泄机密 目前还有另一个推测 就是某位国防部官员的小孩 为了炫耀 因此在游戏聊天区泄密 专家表示无论这名泄密者是谁 他的手里肯定还有更多文件 会继续用挤牙膏的方式 让更多机密的内容曝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